歡迎收看健康關注組 有報導指香港有150萬人 試過生濕疹,聽到也挺普遍 我有個朋友在冬天時濕疹翻法 究竟濕疹是否可以斷尾和醫治 所以今天和大家探討的話題 就是冬天濕疹發作,如何算好? 可以介紹今天的兩位嘉賓示範 包括… 註冊中醫師陳國正、Danny 以及註冊營養師黃少將Anson 是的,歡迎兩位 今天我們要探討的話題 就是冬天濕疹發作,如何算好? 沒錯,先問Danny的意思 其實在中醫的角度 濕疹是甚麼症狀? 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很癢 又有很紅 又或者有些人勾出水 也是對清性的 兩邊都有 濕疹可能已經在敲門找你了 即是最初可能是癢癢的手 對,但多數都是對清性的 即是兩隻手很… 即是不會單邊的? 會比較少,對 但我上方看,濕疹就不會傳染 但你知道香港有很多朋友 是突然間有濕疹的 為甚麼會有濕疹呢 其實從中醫的角度 我們說有豬內必形之外 其實基本上濕疹是體質的問題 去發出來 你覺得自己沒有濕疹在皮膚上 但其實你內在已經有 我們中醫所說的濕疹的因素 包括濕疹、熱和風 即是如果你有這些因素 在裡面 突然之間一些天氣轉換 就會誘發那些病出現 尤其是風邪 因為我們有個說話叫做 風為百病之長 即是很多東西 風是一個首令 所以我們經常會聽到甚麼 風寒、風濕、風熱 都會加上風 是 所以中醫來說 我們稱為外邪 很多時候是說風 是 如果有風的東西吹襲進來 就會誘發裡面的問題 這東西是瘋狂的嗎 瘋狂就是你 你注意一下是否很瘋狂 問Anson呢 其實有甚麼飲食會導致濕疹 是,如果食物 很多人會把食物敏感 食物過敏和濕疹等於 其實沒有甚麼食物引起濕疹 但也跟食物過敏有關係 因為如果真的對食物過敏 會激發了那個人本身有濕疹 然後那個症狀會更加嚴重 有些食物都常見是致敏的食物 例如一些有膚質的穀物 例如小麥、蛋、奶、甲殼類動物 果仁、花生、大豆等 這些都常見有些人會過敏 但要提到坊間市民 不要納亂自己去割這些食物 有機會可能濕疹的源頭不是這些食物 但自己納亂割了 就缺乏了很多這些 相對有營養的食物 就擔心身體的營養會不夠 找回真正的原因就最好 我們說回今次濕疹這個話題 有報導說香港 其實五個人裡面 有一個已經是生過濕疹 估計全香港有150萬人 有生濕疹的經歷 其實聽起來這個數字也很驚人 剛才阿醫師你也說 濕、風、熱 其實大家都感受到這些東西 為何有些人會生濕疹呢 其實在我臨床經驗裡面 如果皮比較弱的朋友 就容易有 為甚麼呢?因為皮是煮濕的 你一聽見濕疹 其實如果這樣讓你猜 你也猜跟皮有關係 另外在五行角度 皮是屬肚、肺是屬甘 肚生甘 如果皮有問題就會影響到肺 好了,為何皮和肺對濕疹那麼重要 譬如肺來說,我們經常聽見 溶肺、養顏 原來我們的顏面 跟肺很有關係 你不會聽見保腎、養顏 養心、養顏,沒有的 肺就跟表面很有關係 另外,中醫有一個說法 叫皮主四肢肌肉 原來我們的手手腳腳 都是皮去管的 所以如果皮不好 就很容易出現皮肺的問題 而濕疹是其中一樣 突然之間 以前沒有,突然有濕疹 有否症狀或是先兆可以知道 其實沒有 最重要的是 首先裡面有濕疹的因素 例如濕、熱、風等 但如果再加上一些氣候 我們經常都說 非其時而有其氣 例如現在應該要冷的 例如立冬 但還是二十多、接近三十度 這樣就有問題 因為皮膚跟天氣很有關係 這也是我們中醫的特色 我們有天人合一 因為西方醫學 主要是研究人體裡面 發生甚麼事 天氣似乎沒有太大 太多的研究 但中醫其實 人的健康跟天文學 是很有關係的 而有甚麼五臟裡面 甚麼最應對天氣 就是肺 所以天氣任何的轉變 都會導致濕疹的誘法 像剛才Danny說 應該冷 誰知現在又未冷 對 有一種可能是春天 我們覺得春天又潮濕 其實有沒有說春夏秋冬 哪個季節是容易濕疹呢 其實很簡單 例如我看濕疹的病 基本上春夏秋冬也有 但有一個特點 就是比較明顯 我之前也經常提及 就是非其時而有其氣 所以尤其是現在 氣候比較反常 是很容易有的 另外一件事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心情有影響 我們有句說話 叫朱痛養瘡皆屬於心 養是其中一個東西 但凡是癢的東西 都跟心有關係 譬如你那陣子的心情不好 其實也會誘發這件事 有甚麼食… 中醫一定會問 有甚麼食療可以幫助濕疹 其實如果是發作期 當然是一些去濕清熱的最好 是 馬蹄、玉米酥、義米、木耳 這些都能夠幫助清濕熱 但有沒有突然是寒底 又說不可以吃太涼的東西 那又不能清熱呢 所以又回到那一句 就是要看看中醫 把脈 Danny醫師我上網看到 這個天然的植物 就是金盞花 其實它有一個消炎抗菌的功效 除此之外 有其他功效嗎 其實在中醫來說 主要不是說消炎 消炎我們稱為清熱 金盞花最主要是清熱 它亦可以有糧血、止血 還有活血的成分 問Anson 剛才Danny醫師也說過 食療方面,馬蹄等方面 你有甚麼提議 如果經常濕疹的朋友 很多研究會看到 他們體內的兩種營養素 經常都不足夠 例如有維他命D和新質 維他命D是跟曬太陽有關的 對,可以多曬太陽 令身體製造更多 另外,飲食也要補充足夠 例如吃油脂膏的魚類 三文魚、青魚、雞蛋黃 滋潤、肝臟 或曬太陽菇菌 然後身質也要留意一下 例如海產類 例如蠔、蝦等會豐富 例如全穀物、肉等 幸好,素食也能吃到 對,也可以吃到 說到濕疹這個話題 即是有段時間說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聊 Nelson,我有個朋友去旅行 貪你買了一雙薄衣衣的鞋 回來穿,穿完就腳底痛了 但其實有甚麼痛症 是因為穿不適合鞋引起的 其實我們亞洲人 我們會比較容易有 竹底筋膜炎的問題 原來我們有七成的亞洲人 都是比較容易會有竹宮下塌 即是扁平竹的情況 所以他選擇的一雙鞋 若果他的支撐不足夠的話 就會出現問題 那哪個位置 其實就是腳掌的內側 即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支撐不夠 他承托不到 就會形成各種問題 例如竹底筋膜炎 腳掌痛 以及這條筋 是亞基里紙巾的問題 那我們應該怎樣選擇 對的鞋 除了舒服之外 就是你要選擇 竹宮的位置 按下去的鞋墊 會否有一點承托力 不是軟軟的鞋子 有一點的感覺 另外,鞋頭的位置 有足夠的空間 融立你的腳趾 讓你的腳趾不會搭在一起 這樣才是正確的 我今天也帶了一點動作 來幫大家訓練腳趾 我們又試試吧 好 好 這個動作首先 我們需要一條長筋帶 我們現在做右邊 就會綁在中掌 另一邊就會綁在腳碗 好,我們開始做的時候 右邊好像微微想單腳蹲 然後左腳就滑向前 對,然後收起來 就滑到外側 然後收起來 就滑到後面 收起來 我們就為之一個圈 其實我們做三至五個圈 已經很足夠了 你會覺得 如果腳掌或足弓的位置 正在用力 那就正確了 這個動作 我們其實是練習小腿下半段 比目魚肌 走路的時候 用得最多的肌肉 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會輕輕蹲下 然後腳跟就會離地大概5cm 好像穿著高跟鞋一樣 大概這個高度 腳碗的位置 我們會維持90度 之後踏踏 對,腳跟就不要跌倒了 是否小腿很累 好像很容易跌倒 沒錯,練得多才不會跌倒 所以我們每次做的時候 10至20步 慢慢更厲害 我們再加多一點步數 大家要在家裡做多點練習動作 以及穿適合自己的鞋子 沒錯,記住做吧